我爱人一直是教语文 他也看到了很多学生 除了是语文课本 或者是一点点作文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阅读量了 当时我们在家里 把我儿子的一些书 就分享给自己班上的孩子 然后就发现 自己班上孩子很爱阅读之后 就想着 如果能有更多其他的孩子 也能够去获得这个资源 就更好 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店面 周末的时候一天 应该有五六十个人 在这里写写作业 写完了之后就看看书 有什么不懂的 他们还可以随时问我们 王河 长江 对吧 这是我们国家 最有名的两条河 三年下来花了九万块钱 又不理解 说无力不起早 曾经有一个家长 周末的时候 他的孩子在这看书 但是他的家长就不太理解 他家长就说 看这些废书有什么用啊 然后这里面讲了什么 热闹 你刚刚看了什么好笑的 我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的书很多 我每天都来 这里书多多的 而且还有地图 这一套福尔摩 福尔摩斯太阳记 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 喜欢看书 跟小朋友在一块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你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然后你也会忘记 白天的烦恼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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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